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這是一個 這什麼 就是 Corruption 就是貪腐啦 貪腐的意思 就是司法貪腐 大家來思考 你看一個正義女神 這是一個正義女神對不對 哇 上面灑了什麼 好多什麼 這個叫US dollar 不是 這不是US dollar 這好像是 這是US dollar 這好像不是喔 好久沒用 好像不是 不管 不管 反正就是一堆的錢 就是說其實正義女神 被整個錢給污染了 好 那這個呢 啊 They say Uphold justice Uphold的意思是要去支持鼓勵的意思 就是說 他們說呢 要去鼓勵正義對不對 鼓勵司法 而不是去hold up hold up就是去控制司法 所以或是去那個 那個那個 搗亂啊 阻礙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他講 但是你看一下 一個正義女神的後面 是一隻 無影仁 拿了一隻手槍在控制了她的 好 我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說 司法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什麼 好 再來我們再往下看 同樣這也是一張圖 我們去試看天平的兩端是什麼 正常天平上是不是應該放東西的 對不對 天平上應該是只有 只有是非 只有對錯的 天平是要去追求公平的 結果這個天平是一隻法鎚跟錢 這個是其實大家可以思考這樣子的一個影像 就是說 是嗎 是我們要來追求的嗎 我們要追求的是一個 追求一個公平正義 還是要追求 還是要去抗衡這個金錢的誘惑 這也是一個 這也是一個 你們要去看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假設今天你是法官 那你面臨到這樣子的抉擇 你面臨到法鎚 假設我們說它是公平正義好了 另外一端是一個金錢上的誘惑 你該怎麼辦 對不對 就是一樣的情況 那你去拉扯 你該怎麼辦 那它有很多青年的方法 它有很多參考的指標 這些我們參考就好了好不好 像你不能收受財務 你不能從事一些經商或企業的活動 這些都是 那你不能應該保持正常的生活 天天上PUB 夜夜升歌 那就會有問題 那你不得私下提供一些法律的服務 這些都是 其實都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 然後或有一些方法 去摩取各種的利益 其實它是基本上都不要的 那遵守司法禮儀 這些都是好不好 哇 這邊好多圖 我因為最少 我們在講司法 我們這邊 大部分是綠色的 它還是有顏色 我們在講 你看像這一個 這張圖 這張圖 這些其實都是 算是綠色方面的說法 你看 然後這是一張圖 這是很早期的 收購案 第一夫人罪證不足 無罪千結 對不對 我們在講嘛 一樣嘛 你說 當你講說 當時 在查收購案說 第一夫人無罪千結的時候 然後下面全部都是藍色的 對不對 就開始抗議啦 司法不公啊 對不對 都開始在罵了 一樣啦 一樣啦 就是說什麼是無罪 換人說有罪就是有罪 司法又死了 對不對 大家是不是又在抗議 一樣的 其實我跟妳講 很難去講的 很難去說 司法到底公不公正的 這些的漫畫 其實給大家做一個思考 其實它是有一點顏色的漫畫 但是它是一種 你們要去對照 我們今天整個在談司法的公正 司法的正義 你們去思考這些議題 因為它都跟司法有關 對不對 它跟司法有關 然後呢 他講的 這個就是罵啦 我看到這個圖也是 這個是罵人的 有點差不多是三日經 四日經去了 有點罵人 又一個字啦 叫司法清算 要冠上一個名詞 是很簡單的 對不對 對不對 要真的要冠上一個名詞 是很簡單的 那什麼叫司法清算 司法清算 誰上台誰就清算 對不對 好OK 那你也可以講司法鬥爭 也可以 都可以 就是很明確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在講 我們是說 不管你做了哪些事 我們當為一個法官 當為一個法官 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司法單位 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這邊有很多是 加強自我修養的一些方法 庭外活動的一些約束 這些也給大家一些建議 給大家一些建議 很多很多 那我們最後 我們最後我們是看幾個概念 我們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們要進入到第三點 記得今天我們所談到的是 是司法公正 第二個單元是講司法效率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 是司法要獨立 這個獨立大家知道 我們說 那司法獨立一般來講 就包括 包括審判的獨立 再加上制度的獨立 我想這是一些 很多學者 或是大部分的學者 是這樣子的一個見解 司法獨立是包括 審判的獨立 跟制度的獨立 那什麼叫審判的獨立 就是你法官的審判 你除了依照法 依照法律所為之外 就是說依法辦事 依法審理案件 其他的你要完全獨立 其他的都要完全獨立 那你不會受到一些 外面的干涉 你不會受到你的上級的干涉 那這些都是 你不會受到一些 其他單位的干涉 都不會 包括他內部的獨立 包括他要獨立於他的同事 他要獨立於他的上級 這叫司法獨立 就所謂的審判要獨立 另外一個是制度要獨立 也就是說整個審判的體系 在司法事務的實踐 他不應該受到行政 或立法部門的不當控管 然後呢 以內部來有效運作 來實踐司法上的獨立 對不對 我如果舉個例子 我們說 舉個例子好了 司法廣義上來講 包括檢察官 對不對 檢察官是我們下禮拜要講的 還記得前一陣子有一個 那個 立法院最近在審預算嘛 有沒有 就是要把誰啊 要把那個 那個高檢署的那個預算 不是要先把它凍結幾 幾分之幾嗎 瞭解齁 這個就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他用什麼東西 很清楚的 他就是用那個 立法 立法院因為他要 掌理預算之權 立法在 這隻手 就是在控制 我們不要講到一件事情的合理性 就是說他已經是在控制 廣義的司法這個領域去了 大家可以去思考 其實 是值得斟酌的 知道意思嗎 是值得斟酌的 好 那同樣啊 同樣啊 我們在講啊 我們在講 我們說 像檢察 他的問題比較嚴重 因為他是在法務部 他會有管 管到很多的一些 可能的升圈 一些指導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 好來 我們再往下看 那司法獨立有四個很重要的內涵 參考就好 第一個是實質上要獨立 實質上要獨立 第二個是法官審判者 他的身份要獨立 第三個是他內部要獨立 他不應得受到上級 或一些法官的一些約束 第四個是 所有的法官他是成為一體的 好就是整個的法院系統 整個的司法系統 應該要獨立於其他的制度 這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 三權分立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基本上會涵蓋到這四個內涵 獨立不是只有說我一個法官 我就在我自己的法庭上面 我在這個法庭裡面我最大 我要怎麼做我怎麼做 外面不受干涉 不是這樣子 包括他的範圍是很廣的 再來呢 我們就說為什麼要審判獨立 這個應該很清楚 憲法第80條 一年級大家學過憲法了 法官應該要超出黨派之外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 這是憲法的 憲法的規定 憲法的明文 那主要是要給他 為什麼要司法獨立 其實就是第一個 主要是要給他一個 寧靜的審判空間 寧靜啊 所以為什麼說 像我們一直在講 像正義女神 為什麼要把眼睛蒙起來 為什麼要把眼睛蒙起來 就是你最好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擾 知道嗎 就是你有一個獨立的審判空間 再來呢 你從權力分立的角度上來講 司法也應該要獨立 你如果立法 牽涉到司法的話 或是行政牽涉到司法的話 都會有問題 都會有問題 然後呢 法官他是 國家所設立的一個爭端仲裁者 很重要喔 他是一個最後的 我們是說司法是整個法律救濟的最後一條途徑 當然有人講說政治也是啊 法律是真的是 司法真的是最後一條途徑喔 那你要藉由他也不是當事人來任意選任的 對不對喔 那雖然說我們會有 未來會有一些專任的法庭 那甚至於現在有一些制度呢 你可以去選法官 但是基本上面他還是國家的仲裁者 所以他的獨立性很重要喔 你如果他的獨立性被人家產生懷疑的時候 大家對於這個爭端解決的最後的機制 是會產生質疑的喔 那信賴感會降低的 好 那我們說有哪一些獨立的一些具體的內容 我想這邊我們只要看大標題就好 那原則上他要對外獨立 就是以審判獨立司法獨立要對外獨立 要獨立於行政機關 獨立於立法機關 要獨立於考試機關 要獨立於監察機關 當然有些監察機關還是要有 因為 因為像很多像司法人員檢查人員 他還是算廣義的公務人員 他還是需要受到監察的 就是說 但是你不能用監察這個方法去干預審判 了解嗎 最近就有一些動作了對不對 就是不能用監察的方法去干預審判 那只有說你這個審判真的有不當了 這個判決有不當了 那這時候監察犬才能進來 再來要獨立於政黨 那要獨立於社會的輿論 這些都是 就獨立是很多的面向的 那對外獨立之外 對內要獨立 就是自己的職務要獨立 自己的身份要獨立 這個是這幾個角度大家去思考 那其實到最後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講過天平對不對 這邊有幾張圖 很多都是天平 大部分的圖是平的對不對 天平是平的 那這張圖是 天平是有點上下的 我不知道它好像是不是因為 它本來這不是固定的 可能就是弧洞的 然後剛好風吹 然後就有點上下 我不清楚 但是感覺上這個天平是上下的 就是說你真的要追求 就是不同的角度啦 那這張圖呢有點模糊 但是你會發現這張圖 這兩個手指頭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解釋它 你可以解釋 我其實是讓大家去思考 你去解釋它是 這兩隻手指頭 它是法官 你可以解釋它它是法官 我要去 除了我內心的公平之外 我要去積極的 去讓這個天平公平 你可以把它解釋成它是法官 OK 但是呢 相對的你也可以解釋成它是外力 它是外來的 它是一隻黑手 它要希望去扭轉這個公平 讓它變成不公平 知道嗎 其實它有不同的角度 那我們希望大家去思考 這個圖很簡單 一個公平有兩隻手在動它 那你要選擇的是什麼 你要選擇的是 這個法官還是外力 還是你可以選擇說 這個是外力 這個是法官 知道意思嗎 有人要讓它不公平 我就讓它公平 也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做這方面的思維 這個天平在我們法律人的心中 永遠是一個天平 雖然我們說 那是心在左邊偏十公分 每一個人都會偏心啦 當然每一個人偏心 但是 我覺得還是人 人一定會有不同的想法 一定會有 包括我們整個成長的過程 我們的社會經驗 我們都會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那這些真的要 怎麼樣才是真正的公平 我們整個這個兩個小時 幾乎都在講這些 那其實它很難去做選擇抉擇 不過還是能夠去做思考 這是大概今天最後一張圖 我們在講 我們說 知道嗎 他在講 I saw justice was blind 就是什麼意思 其實他是在講說 The deaf The deaf就是盲人 The deaf就是盲人 他認為這是一個Jury service Jury就是陪審團的一個服務的時候 他說他不需要盲人 他不需要盲人 很好玩 就是其實盲人在陪審團裡面 是不應該被拒絕的 除非他是一些專業人士 要不然陪審團正常是不應該 說你因為你是盲人 你就不能來當陪審團的 應該是這樣子 那結果後來這個人在說想說 我還因為那個眼睛是盲 因為我們正義女神 眼睛是遮起來的嘛 他認為說 我認為這個Jurtis不是Bright 他認為他也是盲人嘛 你們的正義女神是盲人 那為什麼你法院拒絕我盲人 來當陪審團呢對不對 當陪審員呢 其實他是一個反諷 這個圖片 你們要去思考這個圖片的概念 他是一個反諷 他是一個反諷 那他也是反諷就是說 他不應該法院 不應該去拒絕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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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人 他雖然眼睛是盲的 但是或許他的心裡面是清淨的 知道嗎 他還是可以判斷對錯的 好 那後來呢 我們最後 這邊不是我們今天要看的重點 只是說你們在 學習司法倫理的同時 我們有很多 比如說 有一些規範 有些規範 那這些規範你們要去了解 有些已經是現有的 有一些已經是 在發展中的 那 有些是相關的 這些你們不要記 不一定要記 那我只是跟你們講 有一些相關的規範 像例如 法官 現在很清楚的是 有一個叫法官所責 很簡單 後面我們會簡單看一下 然後在大概在三年前兩三年前 我們司法院也提出了一個叫法官倫理規範 倫理規範 就像例如律師倫理規範一樣 也有一個草案出來 但是還沒有過 這個是法官倫理規範 然後還有一個是法官憑見辦法 但是它裡面其實影響不大 我認為這個還好 還有各級法官的自律委員會的實施要點 就是說各級法院他們都有 每一個地方法院都有他自己內部的一個 一個自律委員會 就是自己管自己的一個自律委員會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法官法 法官法大概已經快二十年了 還沒有過 行政院他的版本 司法改革委員會他的版本 有一些立法委員提出他自己的版本 所以法官一直沒有過 那法官法裡面 朝案裡面有很多版本 那版本裡面通常都有一些 是跟司法倫理有關的規範都有 那我是跟大家講是說 像法官倫法官所責 這是目前大概是最明確的 最明確的 那後面我會看其實 內容 不是那麼的精準 不是那麼的確實 然後其他的 像公務呢 因為 它是管務的公務員員 所以 跟公務有關的倫理規範的基礎法規 這些都有 好嗎 像剛剛我們在看的那些案子 那些案子裡面 它不僅是違反法官所責而已 它也違反的可能是公務人員服務法 公務人員懲戒 考基法 懲戒法 這方面的法規 所以用這樣子的東西來懲處的 這是比較違法層次比較高的 它不是倫理而已 好 那這些我們就跳過去了 那法官所責呢 目前的法官所責是88年版 因為它有點晚 已經今天民國幾年 98 12月 快滿10歲了 不要打破一下 所以 因為它比較晚了 後來大家都認為說 應該要更新了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個法官倫理規範出來 那 有提啦 有一些草案啦 但是 後來因為大家又在草說 要不要要法官法 把它規範進去 原因在這裡 那內容我們不看 但是你會覺得說 好像這一些都好像在打高空 蠻含混的 對不對 它沒有很具體 就是說 高尚品格 什麼叫品格 什麼叫景言盛行 蛤 你難道景言盛行 盛行只能講 只能走大馬路嗎 小巷子不能走嗎 這個怪怪的 所以 什麼叫連結致詞 每一個人的標準不一樣啊 對不對 每一個人的標準不一樣啊 我吃路邊攤 還是我今天吃比較高級的餐廳 你知道嗎 比較高級的餐廳 跟你的身份不一樣 高級的餐廳 偶爾會有些人 偶爾會打一下牙劑吧 怪怪的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那避免不當或 異被人家認為不當的行為 所以其實 這些是一個概念 倫理就是要這樣子 其實倫理是要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 它就是沒有一個更明確的標準 可能會導致這樣子的一些 一些判定上的一些問題 那84年是第一步 舊的法官所責 所以那4年後休了 那 這是84年的所責 好多喔 稍微多一點啦 稍微多一點 我們內容不看好不好 這是 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們法官所責以前是沒有的 84年有 後來88年又改了 現在就是88年的所責 那84年的所責是比較多一點 比較多一點 像政黨活動這些都很清楚的寫出來了 好 那再來我們不是有跟你講 有一個法官倫理草案嗎 對不對 這是96年 就是前幾年有制定草案 但是一直沒有過 一直沒有過 那 這邊我們不去看內容 你只要去看幾個 就是說它有前沿 它有指導原則 這邊更精準了 更精準了 所以如果有同學 你們想要去研究那個 司法的倫理 這些就是一些議題 像他們有一些是 執行司法職務的行為 像司法行政 還有司法職務外的一些行為 這邊都很清楚 你看喔 它如果你涉及到人家的官說怎麼辦 兼職 法官能不能兼職 例如像最近很多法官都跑到 大學在這樣教書 對不對 教書 能不能兼職 問號咧 然後呢 擔任律師或顧問 可不可以 很多政治活動 這些都有 在草外裡面是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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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